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照片的主题是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神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这个人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一组 看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 Hello 以主题拍卡来看他觉得 你像精灵那么的古灵精怪 添加好多的乐趣给他 你活泼 开朗 你好动 跟你在一起 人生活得多姿多宰 他觉得他命中注定就是要来爱你的 他的直觉告诉他 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他很重视你 他很珍惜这一份感情 你是他理想的类型 你是可靠可信的 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的心变得平衡了起来 感谢你一路以来的支持 还有陪伴 给选到第一组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首先你抽一张主题拍卡来看 他觉得你古灵精怪 是一个出自多某 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想法的人 跟你在一起 人生活得多姿多彩了起来 他的直觉告诉他 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他觉得他命中注定就是要来爱你的 他很重视这个缘分 你是他理想的类型 他觉得你是可靠的 是可信的 是可以过一辈子的 可以走得长远的一段感情 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心里的那个坑坑洞洞的被填补了 找到了平衡 感谢你的陪伴 感谢你一路以来都那么的支持着他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目前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可以依靠可信可靠的人 你做决定的时候有一点优柔寡断 你想的会比较多 你是一个思考家 学习能力好强 很敬佩你的 那个群奋的 努力学习向上的精神 跟你之间就是离不开的 爱上你了就停不下来 到发现每天都有更多爱上你的理由 跟你团聚起来就好像开派对那么的开心 你是他的开心果 你是那么的懂得来世的人 会给他很多有趣的好玩的事情 对你的朋友们反应好强 你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喜欢忙东忙西 你像温暖的太阳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他觉得有你 他的人生变得完整了 他决定了将来都要有你一起过的 就算他遍体鳞伤 他也不肯放开手 就算爱着你是痛苦的 他也不肯放开他的手 你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他绝对不可以让这份好运离开他 给选到第一主义塔洛派卡来看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 他想跟你过一辈子的 你是一个思考家 你的学习能力好强 你想的会比较周全 比较周到 所以要你做决定 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他是可以理解的 自从爱上你了之后就停不下来 他发现每天都有爱上你的理由 跟你在一起就好像开派对 那么的开心 你就是他的开心果 你就是懂得逗他笑 把欢乐带给他 帮助他忘记烦恼 对你的分门反应好强哦 只要能够可以靠近你的话 他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他很欣赏你的魄力 你是那么的勇敢 而且勤奋努力向上的人 像温暖的太阳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哦 你好有幽默感的 只要有你的儿子呢 都是快乐的 都是开心的 有你在身边 他觉得他的世界就完美了 就完整了起来 他希望将来都有你的陪伴 就算爱着你是苦的 他要偏体鳞伤 他都不肯放开你的手哦 你毕竟是他认定为 他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哦 他不想错过 他不想失去你 看资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因为你 他变得更好了 为了这份感情 他已经做好准备去战斗 他觉得你好像 没有把他看到眼里哦 他不想要吓你 但他真的很喜欢 看着你睡觉的样子 最近他都有一直 在关注着你哦 就算没有见面 就算在很远的地方 他也还是一直 有在打听你的消息 感谢你 教会了他的课程 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 他最要好的朋友 他好害怕失去你 所以他一直想管控你 想知道更多你的事情 他想要永远都能够 亲吻你的嘴哦 你那个樱桃小嘴 可以选到第一组 以资卡来看他说 感谢你的出现 自从有你了之后 你激发了他的伤心心 他之所以会变得更好 都是托你的福 为了把你留住 为了让这个感情 可以持续的拥有 他已经做好准备 做一切的战斗了 但他觉得你好像 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哦 你是不是好忙呢 而无视他 把他当成了透明呢 他没有想吓你哦 但他真的很喜欢 看着你睡觉的样子 好可爱哦 就算你们没有见面 已经相信 就算分过两地 他还是有在 关注着你 打听你的消息 感谢你教会了他的课程 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是他的灵魂伴侣 他很害怕失去你 所以他会那么多的 想要管控着你哦 若对你造成的困扰 真的很对不起 他想要永远都能够 亲吻你那樱桃小嘴 那性感的嘴巴 接着我们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那种忽冷忽热 有多么伤人 你觉得忽冷忽热 也许对你而言 是没什么大不了 但他在乎你 他在意你 他觉得他的心 因为你而上上下下好累哦 我想告诉全世界 你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人 他想公开 公开给全世界知道 你就是他最喜欢的人 不好意思 我要预约 我要预约你的每一天 他每天都要跟你在一起 接着我们看 这个爱的虚语神预卡 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好建立好基础哦 这份感情 要有一个好的基础 才能够走得长远哦 保持信念的 去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管多黑暗 光明都会到来的 再坚持一下 慢慢来哦 不要急的 有些时机还未到的话 你怎么急也急不来 所以慢慢来哦 不要急 你反而急 会弄巧成拙的 接着我们看 这个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前第九哦 你是一个可以很独立的 完成你要的任务的 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哦 不要什么都依赖对方的 但也不要太强势哦 要懂得拿约 适可适当的去 对他人寻求帮助是必要的 但若可以自己完成的话 尽量就自己完成哦 你做一个独立的自己 对方会觉得你更 值得尊重 还有更可爱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与对方接下来 有很多值得进出的好事 可以发生与对方 发展成永恒不变的 甜蜜幸福的感情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上了主题是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这个人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二组 看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如何的 哈勒以主题拍卡来看的 觉得你好强势哦 你是一个 你说的话很足得尊重的 你很有正义感 跟你相处起来还蛮顺的 你给他好大的安全感哦 而且你的道德观念好强 你做的事情都很有分寸 跟你在一起呢 就是男者男理哦 他已经爱你爱到不行了 他变成了一个恋爱脑哦 你好性感 你好有魅力 给选到第二组 目前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觉得虽然你好强势 你给他一种很大的安全感哦 你说的话都很有说服力的 而且你道德观念好强 你好有正义感 观察能力好强 跟你在一起 就是可以很安心的 去过日子哦 跟你相处起来好顺哦 你们是很合拍的 你就是跟他最适合的人了 跟你在一起了之后呢 他就无法跟你分开了 他想无时无刻都黏着你哦 你是那么的重要 你看到你好有魅力 你好心感哦 他想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秒 都跟你见面 都跟你连在一起哦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目前这个人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么样的呢 给选到第二组 一起来看 他觉得你很懂得去处理危机 带给他慢慢的安全感 他很看好你们的未来 他觉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他知道你贵人是吗 他愿意为你做一个等待的人 你是他天空上最闪耀的星星 你好伟大 你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你带给他安定的感觉 你好有责任感哦 他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负责任 责任性的人 你像是一个宝那样子哦 他觉得遇见你好像钱到宝了 你好理智 你是一个公司分明的人 是一个做大事的材料 好有头脑哦 很会用脑 他很欣赏你的智力 你的智商 虽然你们之间可能有距离感 但他觉得 这个神秘感 都是优点哦 你的就算是缺点 他也看成是优点哦 他其实还蛮觉得自己高攀不起你的 难得你能够看上他 他真的三生有幸 他非常庆幸 你能够选择了他 他对你的占有欲变得比较强了 因为他自卑地认为 如果他不把你看得紧一点 你很容易被别人抢走哦 毕竟你那么的优秀 可以选到第二组 以塔罗派卡来看 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觉得你是一个能力好强的人哦 很懂得处理危机的 带给他慢慢的安全感哦 他愿意做一个等待的人 他知道你贵人是忙 他很看好你们的关系 他很希望可以跟你走得长远 你是一个好伟大的能量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你好有责任性哦 他知道你不会做一些背叛他 伤害他的事情 他把你看成是一个宝哦 跟你在一起 就是捡到宝的感觉 但同时呢 背地里他其实是还蛮自卑的 他觉得他背不上这么优秀的你 所以他对你的掌控欲会比较强哦 如果他爱吃醋了起来 你觉得他很无理取闹的话 那都是他不安全感的作祟哦 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无论你说多少次给他多少变得安心的安全感呢 他还是会担心你会离开他 因为他知道你是那么优秀的人 你们之间就是有距离哦 他觉得他怎么努力都好像 就是无法跟你成真比的感觉 你是一个很聪明 很有智商 很有头脑的人 而且公司分明 很有智商哦 很理智 班级师来呢 就是很有专业人士的感觉哦 而他觉得他自己太普通了 看资卡怎么说 以前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一直以来你都是对的 他可能爱面子 就是硬硬说你不对 其实他心里是知道你对的 请你别放弃这一份感情可以吗 他希望可以跟你继续走下去 不知道你是否有梦见他呢 他也许经常梦见你哦 不知道你是否有经常梦见他呢 你只是单单存在 你单单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你已经把一切变得更好了 你就是那么有能力 好想要跟你一起变老 希望将来都跟你一起过 他要小心翼翼 不想再受到伤害的 因为他有阴影 他过去曾经受过伤害 所以在这份感情他格外小心翼翼 距离是暂时性的 但你们的爱是永恒的 你令他好混乱 到底你要他怎么样呢 他想要你直接点 你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最棒的朋友 给选到第二主义自卡来看 他说一直以来 其实他是认同你的 他知道你是对的 由于面子问题 他硬硬说你不对而已 他现在借这个机会告诉你 其实他的心里是觉得你对的 他认同你 请你别放弃这一份感情可以吗 他好想你 要经常梦见你 不知道你是否也经常梦见他呢 你就是那么影响着他 你单单只是存在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已经可以把他的人真 他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起来 想跟你一起变老 想持续的有跟你在他的身边 他要小心翼翼 他之所以对这份感情那么的小心了 因为他曾经受过伤害的 他过去的恋情中都是伤痕累累高中 他不想再经历同样的事情 所以跟你他特别的小心哦 距离只是暂时性的 亲爱的 若你们现在没有见面的话 他说只是暂时的 但他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他对你的爱是不会死的 你令他好乱哦 你给他很模糊的信息 他想要你直接一点哦 到底你想要他怎么做 你要他怎么样呢 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哦 他需要你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越是 试图忘记 越是记得深刻 他就是忘不了你哦 他越想忘记你 他越记得深刻 我很难理解 而且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的人 有多爱我 他觉得你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哦 有吗 我想当你的偏爱于列外 他想成为你的偏爱哦 你的唯一 接着我们看这个爱的蓄意神域卡 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诚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方去表达真实的真相 还有表达真爱吧 真实的内心话 有必要去把真话说出来哦 两个人相处最重要是坦诚不是吗 用爱的语言去表达 它是一个很有能量的话语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再看 选择爱哦 任何情况底下你是可以选择的 你要选择用恨还是用爱去处理问题呢 都取决于你哦 可以选到第二主 给予你的建议 首先呢 就是跟对方坦诚相对 把真话说出来 不要再戴着面具了 还有呢 就是多一点说好话哦 当你懂得去多一点的说好话 你的人生会慢慢的变好 还有就是在任何情况底下呢 选择正能量 正面的去面对 去处理哦 接着我们做一张 让塔罗拍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择正能量的 可以选择第二主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胜碑三 跟对方敬请的就是去说说笑笑吧 多久没有庆祝了呢 有多久没有好好的为你们的感情干杯呢 是否最近都在说什么严肃的话 而忘了去好好地谈个恋爱呢 可以与对方久久一次地去吃好的喝好的 去庆祝一番哦 哪怕只是小事也值得庆祝的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排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好运 一切如你所愿的 顺顺利利的 充满欢乐欢笑声的与对方 开心快乐过好每一天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做成预牌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他 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三组 看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想法是如何的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善解人意 善良 对你特别有亲切感 很容易令他对你把心打开 你完整了他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阴阳协调了起来哦 你帮助他找到了平衡 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对感情也很专一 你好有才华 他好欣赏你哦 你是一个很懂得创新的人 给选到第三组 目前他对你真实的想法 首先你走进牌卡来看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心地善良 是一个很有智慧 很善解人意的人 对你他特别容易把心打开哦 他就是莫名的觉得你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 然后呢 他也觉得 有你了之后 他找到了平衡感哦 他终于遇见了那个真正懂他的人 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 你对感情很专一哦 他知道你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 他想跟你走一辈子了 想永远都跟你谈个恋爱 谈这一场恋爱 你转变了他 你帮助他 看到比较光明不一样的世界 你呢 就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 很创新的人哦 有你在呢 生命变得多知多采起来 看塔罗怎么说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给选到第三主一起来看 他稳如泰山的爱着你哦 他知道你给了承诺呢 是可以相信的 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相信 你就是他要找的灵魂伴侣 那个最懂他的人 他已经不再考虑其他的对象了 为了你他关掉了其他的门哦 不让其他的异性 再静静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完全的对你专益了 他知道你也是对感情专益的 他愿意为你呢 去驱赶其他的追求者 你好理智 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 你好有才华 你可以同一时间的 应付好几样事情 跟你在一起 生命变得多姿多彩了起来 你活泼开朗 你帮助他也年轻了好几年 你就是他要找的类型 是他的愿重情人 他现在想敲锣打鼓的 大声地告诉你 对你的热情就是那么强 他已经失去自由去爱上别人了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了 给选到第三主义塔罗派克来看 这个人他目前对你真实的想法 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哦 他想一辈子都跟你一起过的 你说的每一个话 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给的承诺他都相信 你就是最懂他的人 这全世界里这么多人 他觉得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哦 他知道你对感情专益 他也为了你 就是去把其他的追求者 给去赶掉了 你好理智 你好聪明哦 他好欣赏你的智力 你是一个好有才华的人 可以同一时间 应付好几样事情哦 你帮助他也年轻了好几年 你活泼开朗 喜欢尝试新事物 是一个热爱冒险的人 喜欢探索 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 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了 现在他想敲锣打鼓地告诉你 他爱的就是你 他心中所有的热情都只是你而起哦 他已经失去自由去爱上别人了 他的心已经被你偷走了 康茲卡怎么说 也先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茲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好想要证明给你看 他真的已经改变了 他不再这样过去 那么的令你讨厌的人 好想要改变他的人生 他不喜欢没有你的日子 他只有你哦 他什么都没有 请你别离开他 就算他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跟你聊 他还是想跟你说说话 他没有承认 但其实他心里觉得你跟他有很多共同点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好害怕 你不会接受现在的他 所以他可能会刻意地跟你保持距离 他很渴望得到你更多的注意力 他很渴望你多一点地关注他 他其实也不想要自己那么的深爱着你 但他就是不受控的 对你投入了很多的爱 请你原谅他的一切 给选到第三章一字 卡来看他说 他好想要证明给你看 他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请你给个机会 他可以吗 他想要改变他的人生 现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度的如年的 过得不好 他不想再继续这样子 他想要你回到他的身边 他只有你 他什么都没有 请你别离开 他都不想失去你 他每天都想跟你说说话 就算没什么话题可以聊 他还是想跟你说 哪怕只是说废话 他觉得你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虽然他口上不说 他觉得你们是同类人 他很害怕 现在的他不会被你接受 所以他可能会对你刻意地保持距离 不代表他有什么不爱你的地方 他很渴望得到你更多的爱与关注 他其实也不想那么深爱着你 他就是不受控的 已经爱你爱得很深了 请你原谅他的一切 他已经知错了 请你别离开他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三章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哪些 我想你了 但你不理会我 我也不想厚脸皮 他不想人脸贴冷屁股 人脸贴冷屁股 不管你有多少缺点 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 他爱你就是连你的缺点 他都爱着 他都接受 你是唯一 他没有其他人了 他只是有你 他只爱你 看这个爱的去语的 建议是什么 给选到第三章灭 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表达善良其实可以很简单哦 简单的一个举动为什么不做呢 静静的举手之劳都可以改变他人哦 都可以把幸福快乐带给身边的人 再看 你要被爱的话那么你要懂得给爱哦 你怎么样对人 对别人就怎么样对你 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当下哦 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机会 帮助你成长 帮助你找到爱 找到真爱 最后我们抽一张陶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立上章灭 这种情况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力量哦 相信自己哦 要自信一点 其实你好有能力 好像这个图里哦 虽然老虎好可怕 但也不是不可能不能打败的 所以可以选到第三章呢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坚强一点的 去面对哦 去克服不要逃避 面对问题哦 好了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章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与对方 充满越越开心的 情绪能量的 去过好每一天 感情变得更稳固起来 感情越来越好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